月狗狂魔邓超和孙丽 又开始给大家补给新狗粮了 周末两人才带着一双儿女去了迪士尼 昨天丽姐又晒出一张 和超哥在一起的360度全景合照 还配上了三个大笑表情 看来心情相当灿烂 超哥还特地跑到老婆微博底下抢沙发 吐槽老婆把她的头拍大了 这波高能自拍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秀恩爱给大家看了 还有眼间的网友注意到 丽姐手上戴着的鸽子弹戒指才是真正亮瞎眼 在翻回前天超哥晒出的亲娃罩里 丽姐戴着的耳环跟这枚戒指还是同款 只不过大家当时的注意力 都在等等第N次被亲变形的脸蛋上 没有想到这幸福感满满的画面里 居然还隐藏着如此不灵不灵的小秘密 衣帮只是时不时发发糖 这次居然连续两天撒够粮 这对老夫老妻秀恩爱的蜜糖 真是要hold死人了 喜剧《土龙园2》上周迎来了一位B站鬼术女神 那就是咱们的雪衣王林 一段通二思义的雪衣有些哈 已经让小八哥跌破眼睛 舞台的专访更是充满了毒蛇喜之放 她先自夸是节目的颜值担当 顺手配了一把沈腾的颜值 和宋小宝的身高 简直是一台当骨机啊 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 我算是颜值高的 老一辈的颜值高的 真漂亮 我自己说自己颜值高 在喜剧这个节目中 我算是一个颜值的担当 但我觉得那个沈腾还挺帅的 我没有想到沈腾挺帅的 其实沈腾远看不怎么样 真的近看还不如远看 宋小宝照片上看着她长得挺高的 可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挺高的 如果穿上那层高的话 而颜值担当如雪衣 居然还爆料了自己多年来 保持美妙的立绝 是靠微调美容 还很认真的介绍起了 自己做过的项目 社会我雪衣 真是娱乐圈女明星 常保养的一股仪式流啊 脸部保养 我自己喜欢 就是我一点都不否认有微调 所谓的微调是什么呢 我喜欢做一些 比如说雪光针 那我还会做一些超声刀 等到老了以后 我可能会更加激烈的 去做一些东西 毒蛇犀利又耿直 心态年轻又自信 这样的雪衣 就是天天来敲小八哥家大门 敲Rap 小八哥也愿意给他爱的供养啊